大家好,我是向新科技的虚拟主播小可,欢迎收看本期的IU观察室,在今年的京东双11全球好物节期间,京东人工智能和向新科技研合打造3D虚拟主播,从11月1日开始到11月11日,就陆续在数读双11出现,为大家实时播报各省市消费的最新数据。 又是一年狂欢季,又是一年狂欢季,看我数读双11,看我数读双11。 京东全球好物节累计下单金额突破1658亿元,从11日零时开始,京东全球好物节迎来又一巅峰时刻,持续刷新下单记录,带动购物节狂欢不断走向新高潮。 虚拟主播们和大家一起,见证了京东的双11盛况,同时,在京东指挥中心,京东人工智能和向新科技共同打造的虚拟主播京小帅,还能为媒体朋友们实时交流最新的数据解析。 那么在今天整个我们京东的这个数据中心,还有一个亮点,就是这边有这个虚拟主播,能够实时的为大家来介绍,在111京东全球好物节期间,各方一些数据体现,我们现在来马上来进行一个互动,我们来问他一下,浙江目前表现的一个情况。 浙江在全国排名情况怎么样? 2019年京东全球好物节,浙江省消费增长强劲,从下单量看,单省消量排名前五的城市是,杭州市,温州市,开州市,宁波市,新华市,从下单金额看,杭州市。 京东的双11全球好物节战绩喜人,那么你又贡献了多少KPI呢? 我是向新科技的虚拟主播小可,我们下期再见。